这个就插上那个筋了 这是5克 两千 这就是24克 2014年 这幅明代刺绣唐卡 被拍卖出了2亿多的天价 一度超越瓷器 书画等类别 成为了当时最贵的中国艺术品 在今日的尼泊尔 唐卡商店遍地开花 唐卡这一神秘 且极具魅力的艺术形式 有何特殊之处 有的价格仅百元 而有的则能卖出上千万的高价 长居尼泊尔的Eva将和我一起 去拜访一位著名的尼泊尔画家 比尔盖茨曾胜赞他的画作 并收藏了七幅他绘制的唐卡 大师的画室 远没有想象中宽敞精致 布置十分随意 甚至有些简单 他本人看上去第一感觉 与想象中艺术家的样子不太一样 为人却是十分谦和 这个应该是绿松石之类的 绿松 这个应该是青金石 这个颜色好好看 大家看一下这个颜色 是不是跟我手里带的正好 这个熟绿的绿松石的颜色是一样的 这种全部都是矿物原料 矿石磨成的 所以说颜色非常的清晰艳丽 而且也能够保持很久的时间 这个是青金石 对对对 青金石就是对应的 就是这个蓝紫色 非常鲜艳的颜色 真正来自于大自然中的颜色 这个颜色是不错的 这个也不错的 这个是便宜的 所以这个颜色是比较高的 对对对 像这种颜色看上去就特别的鲜艳 特别鲜艳 对这个就是比较贵的 正常的化学颜料做化的话 那个颜色在一开始的时候 它是非常非常的鲜艳 它经过时间的洗礼 那个颜色会慢慢变淡 而且会褪色 这就是用化学颜料和矿物颜料做化的一个区别 这个有点毒 用在画作里头能够防止重铸 因为在西藏有一种草 叫狼毒草 它就是用来做金疏的时候用的 做在金疏那个纸里面就不会被重铸 这个应该是类似的一个作用 这种红色的颜料是来自中国的 非常非常的贵 五美金多少一克吗 一点点 一小包 它每次都是五百一千美金买 这种颜料是来自于一种叫胭脂虫 就是长在仙人掌上面的一种小虫子 需要收集很多这种虫 然后来做这种颜料 这种也是纯天然的这种红色颜料 古时候古人就拿来做胭脂 口红的东西 所以看上去这个颜色非常的鲜艳 但是因为产量很少 所以说价格非常非常的昂贵 这个就插上那个金了 上这个地方全都是要上金的 这个是银 哦 它是银 24卡丽 你会用多少 多少克 11.4克 这个是5克 现在400一克人民币 两千 就金子 对 这个是24卡丽 王爷爷也有点红色 刚开始我以为用纯黄金做画已经是够奢侈的了 然而画师在一副糖卡上的付出还有比黄金更加昂贵的 所以你自己做了吗 对 这是它用来研磨这个颜料的剥 应该是非常古老的方式了 这个是红色的 对 有点柔软 对 它是20-25天已经准备了 然后这个是很厉害的 对 它只需一月 一月 然后这个是很厉害的 它只需三个月 三个月 它只需红色 它只需红色 哦 画糖卡对古法的传承极其严格 短则20多天 长则三个多月 仅仅用来将矿石研磨成颜料 古往今来都是如此 没有捷径 这个东西看上去像一块塑料一样啊 它其实是那个牛皮之类的东西熬成的这种胶 它是用来给它这种糖卡的底部啊打底的 这也是属于mix 这个是底层啊 并不是说是一块普通的那个棉布啊 就能开始作画了 然后我们很轻松 然后它会刷 然后它会刷 然后我们就像这样 每一次作画之前都需要做这样的工作 用那个粉末和那个胶啊 做一个打底 然后打底好了之后用这个石头 慢慢的去把它给捋顺一点啊 用力一点啊 就反复的在上面摩擦 因为布上面它是有那种纵横交错的那种纹理啊 然后通过石头朝一个方向去打磨 让它变得非常的顺啊 就像就像一片纸一样非常的光滑 能够让它更好的去后面颜色复杂上去更好作画 在尼泊尔 唐卡画室有很多 为什么有的唐卡几百元几千元一副 而大师的作品能卖到十多万甚至更贵呢 这些画法已经有多少个月了 三个月 三个月 所以说一年的时间可能也就能够完成啊 真正两幅画 毕竟还有很多时间也需要去设计啊 还有刚刚说的那个颜料的研磨啊 都必须要自己去亲手做的 这时我向他提出了一个请求 我想要拍摄几个他绘画的镜头用在视频中 没想到他断然拒绝了这个请求 这就是大师的一个态度啊 就是我刚刚也说了 他们是需要一个环境跟一个心情状态去画的 他说现在我是没有那个状态 也需要做一些准备的 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在聊天的一个状态中 所以说没有办法很好的去绘画 就算是表现一下表演一下那种状态 他觉得也是不OK的 心平气和才能作画 否则绝不拿起画笔 他把作品当作自己的孩子 不肯有一丝敷衍 这是阿弥陀佛 我工作的 这些是传统的 修理的 这些都是修理的 因为这些是商务 只要我做这些金钱 那些人不喜欢 他们不想做这些金钱 他们不想做这些金钱 那些购买的人 他不想仅仅只看到佛 所以他加上了这个商业的创作部分 就是这一部分 和这一部分 使他更加的具有艺术性和多元性 每个东西都不同 全都不同 全都不同 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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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你不认为这些 非常难 非常非常想想到这些关键 这些关键 我把这些关键 非常非常难 我必须想到 我今天录制的 我录制 然后我录制一段 看起来 对 我看起来 这些关键 所以很多次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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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佛像的部分 它是有一定的一个知识的 就必须 比如说 按照一定的标准要求来 每个人都得画成大概是这个比例之类的 对吧 如果是按照佛教意义来说 你是不可能去改变一个佛的姿势 法器形态的 像这些都是一个个人化的设计 跟一个理念在里面 对 所以说这个也是说 唐卡跟唐卡有不同 它都主要是体现在这些地方 对吧 你看这一幅它就相当于是 每个地方它都是满的 对不对 满工艺的 满的一些设计 没有说有大量的留白 什么的 服饰的小的细节 都是能够体现这个画师 个人化的一些风格 跟想法 艺术在里面 它已经丧生为一种艺术品 而不是单纯的唐卡工艺品 传统意义上来说 唐卡 它就分为两大类 一类呢就是西藏风格 一类就是喜马拉雅风格 在这边呢我们就叫它是那个尼瓦尔风格 哦尼瓦尔风格 尼瓦尔风格呢 它在遵循传统和风格上有一个突破 它允许有一定的艺术创作性 它可以对国相以外的其他部分 进行一个创作和改变 但是西藏风格的唐卡 它不允许你对它的任务部分进行改变或者改动 比如说像有这些个人化特色的部分 就是在西藏风格的唐卡里面是不允许存在的 如果说古玩是时光赋予它价值 那么艺术品则是艺术家的心血 与爱好者的认同赋予它价值 唐卡中国最昂贵的艺术拍品之一 超脱于价格之外 我看到的是艺术家们用克制传统古法的慢 对抗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快 这份对慢的执念 对金的追求最能打动人心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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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